眼睫膜炎应该怎么治疗?李建军,西电集团医院,眼科,主任医师 睫膜炎当然在临床眼科工作中是最常见的 首先一旦掉了睫膜炎,我觉得首先要及时地到眼科就诊 让眼科医生判断是拿出类型的睫膜炎 当然就是睫膜炎大致分为有细菌性睫膜炎,病毒性睫膜炎,过敏性睫膜炎,这其他类 针对美类睫膜炎,治疗的途径,治疗的原则和药物也不一样 当然一定要分清楚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 一旦是感染,要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,比方抗生素,抗病毒药物 一旦是过敏性睫膜炎,要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,这样对症治疗很快就好了 专家提示 一,一旦得了睫膜炎,首先要及时到眼科就诊 判断睫膜炎的类型 二,睫膜炎大致分为细菌性睫膜炎,病毒性睫膜炎,过敏性睫膜炎这几大类 三,针对美类睫膜炎治疗的途径,原则和药物都不一样 分清感染和过敏,对症治疗可以很快治愈 一旦 三,针对美类睫膜炎